我跟日本朋友講話的時候 他們常常跟我說 你的印度內雄 有一點不一樣耶 而且這次才認識的朋友啊 你是台灣人嗎? 你的語言有一點怪怪的 連家人也有說 我真的嚇到了 問題是 自己也不知道哪裡怪 我這樣變台灣人了 我這次回日本的時候呢 發現了很多的變化 我自己的變化 還有日本人的變化 還有日本的建築的變化 還有交通的變化 我發現了好多變化 所以這次我要拍 十個三年回日本 嚇到的十件事情 這次呢 我跟很多的朋友見面聊天 去了很多地方 吃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看見了超多變化 第一個 語言 我跟日本朋友講話的時候 他們常常跟我說 你的印度內雄 有一點不一樣耶 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常常被說 而且這次才認識的朋友啊 你是台灣人嗎? 你的語言有一點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哪裡怪的 好像是 講到的單詞很簡單 或者是聲調有一點不一樣 或者是 忘記單詞 不只一個喔 超多人跟我說的 連家人也有說 我真的嚇到了 問題是 自己也不知道哪裡怪 我真的變台灣人了 第二個 走路很快 我以前在日本的時候啊 或是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都是被說 走路蠻快的 但是我後來 回去日本就發現了 我的走路變很慢 比如說 電車轉車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轉車 我一直這樣到處看 蠻像觀光客的 第三個 日本女生變可愛了 因為日本女生啊 很會打扮嘛 他們都戴口罩 所以這邊 很努力的研究的感覺 然後 頭髮啊 大家都是 有一點濕濕的 然後短頭髮的人比較多 我覺得那個髮型很可愛耶 但是 我不知道口罩拿下來 就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 至少 他們在走路的時候 怎麼大家都這麼可愛 因為台灣是比較自然嘛 台灣人化妝沒有那麼濃 這點是 對我來說 非常很大的優點 我很喜歡 化妝 比較淡的 就是 很像素顏的 當我回去日本的時候 就覺得 欸 日本人 以前就有這麼可愛嗎 這樣的感覺 這真的有一點嚇到 第四個 乾燥 日本真的非常非常的乾燥耶 原本就知道啊 日本是乾燥的地方 然後台灣是比較 吃氣 重的地方 但是 這次回去日本 就馬上 我的喉嚨有一點怪怪 好像快咳嗽的感覺 這一陣子就 開始咳嗽 而且嘴唇也一直很乾 所以一直 吐那個 LIP 兩個禮拜就有 很多 多多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吃氣重 有一點 困擾 就是 很多衣服發霉了 但是後來 買了吃食肌就很方便 然後 對自己的皮膚非常好 第五個是 台灣的東西變多了 我一開始回去明古屋嘛 然後我去了 欧斯修店街 那邊其實原本就有一些台灣的東西 但是 這次回去 變了超多了 比如說 原本就有台灣拉麵 台灣拌麵 台灣的炸雞 之類的 但是這次回去 就看到了很多 珍珠奶茶 滴瓜球 包子 小籠包 有一點嚇到了 而且 蠻有人氣的 第六個 便利商店 非常厲害 還是覺得 日本的便利商店 真的厲害耶 東西超多 飯糰 超多 酒類 超多 泡麵 超多 還有 甜心 也是超多 一個一個都好吃 我去那邊 吃了很多泡麵耶 還有 Hot Snack 非常豐富的 我問了媽媽 新商品也 每個禮拜都有 超厲害的 都好吃 而且都蠻便宜的耶 我最愛的酒啊 酒類非常多 第七個 物價變便宜了 大家知道 日本的物價現在比較便宜吧 吃定食 只要1000日幣而已 這次這個是沒有變 但是 因為在台灣吃日式定食的話 差不多要300到400 比較貴 但是現在在日本吃的話 一間日幣就可以吃到定食 然後 還可以 再一碗白飯這樣子 我覺得蠻便宜的耶 而且我這次啊 去了很多間的 酒酒 藝人差不多 日幣3千4千而已 就是 台幣的話 500或是600 這樣子是在熱炒吃的時候的價格耶 我覺得 日本的酒酒 很便宜 所以大家 如果要去日本的話 趕快去 現在很便宜 第八個 日本人的服務 很好 這是很有名的事嘛 世界上 長長輩說 日本人的服務很好 但是 我從 台灣回去日本 我覺得有一點嚇到 還有 有一點過妥了 當然便利商店啊 或是酒酒屋的 服務員 大家都服務很好 這是原本就是 但是 我一開始 坐電車的時候 因為我不小心做到 比較貴的 所以 一定要 另外付錢 裡面的員工 確認票的時候 看到我的票 不好意思 這個是還要 付多少多少 這樣子 他一直說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原本就自然的價格的 對 不好意思哦 一直跟我說 不好意思 而且 他講不好意思的時候 不是點頭 一直這樣 而且不僅一次哦 超多次的 我蠻嚇到的耶 反而我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耶 啊 不好意思 是我的錯 不好意思 這樣子 第 九 可 啊 很難做 只有 交通便 更方便了 日本的交通啊 原本就很方便 尤其是四個 轉車的地方 非常的方便 雖然很負責 但是 非常的方便了 最嚇到的是 台灣有U-bike嘛 到處都U-bike 我來台灣就 覺得蠻方便 然後在日本的時候 我沒有看過 U-bike那些東西 但是 這次回四個的時候 那邊有花板車耶 蠻帥的 騎那樣的時候 非常流行耶 好帥 第十個 疫情對策 日本的疫情對策變成 緩くなった 國造也不一定要戴 但是 當然那個 公共的交通的地方 還是戴國造比較好 不然 被覺得有一點奇怪 但是 沒有強迫的 所以就是街頭上 常常會看到 沒有戴國造的人 而且去了九九五 人海人山 反正超多人啦 而且回去台灣的時候 都不會 給他們看 疫苗證明之類的 好像慢慢的回去 原本的生活的樣子 太好了 以上十個變化是 我回日本 最嚇到的事情 我沒想到 三年就有 這麼多的變化 而且 我變 這麼多 感情很好的朋友啊 或者是 家人啊 他們有跟我說過 你這次 沒有特別大的變化耶 我聽到那句話的時候 心情蠻溫暖的 我充電好了 在台灣 繼續加油